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局面应该说按照以往多种是炮二进一 通过黑防炮二进一驱逐红防的过河局 当他的局退回以后再飞以线三进五 将来你再挺兵器机 他可以用炮八进二 你再对三兵又形成炮二进二 形成双炮守护自己巡河线的旗 当你再守那局的时候 他将来补一个式 也让你没办法进去再做炮 做炮以后有一个炮八进一 双炮形成一个弹子炮 去防守住自己的竹林线 那么这一盘棋 黑防既然选择了向三进五 它肯定是对向三进五的以后的一些变化 有一定的独特的见解 因为我们向三进五 只有在最近这一阶段走的稍微多一些 以往是炮二进一走的是常规的变化 那么这个鞋子炮把这个狙去除它这个狙 再去飞这个向 那么先飞向以后 那红防必然要先守那狙 也就是说这个破二进一季旗 已经不存在 那么这黑防放任对方守着这狙 肯定还是对这个其他的招法 有一定的研究 让我们看看实战当中 我们红防黑防是怎么选择的 看剧九平六 黑防九的快马形成一个左马盘壳的阵势 将来有机会可以说充足以后 说你在捉马的时候 我再拱掉你 或者将来形成抛二进二 视四进五的一些变化 红防也针对黑防马骑进入这个棋 冲起来终兵 下一步的目的就是准备再走这个兵武进一 当你足五进一以后 我再形成马骑进五 说这样你六路马肯定是站不住原来的位置 拆掉过之后 我可以形成马三进五 说右侧的鞠 牵扯你的鞠和破五根 中路又形成一个强大的公式 如果真正能形成兵武进一足五进一以后 再形成马骑进五这种棋 那么看肯定是红防已经趋得优势的局面 那么针对红防兵武进一这个棋 黑防目前所要面对的就是快速的解决鞠马炮之间 嗓子之间关系 不能让他长期的去牵无根的鞠和破 果然黑防是快速的冲写七足 让他的足过河以后 让他的鞠赶紧去定位 是鞠二平四捉了一下马 平鞠捉马 捉马之后 黑鞠呢是又继续下足 只有鞠下足 然后把马吃掉 鞠四推 这样鞠把马吃掉 那么足也只能把这个马吃掉 形成一个交换骑 那么现在关键还是这个鞠和炮 不能让他顺利形成这个破八平七的骑 如果红防最继续走马 七进五 他肯定先平炮 打向 以后呢 再形成这个鞠八间的捉马 等等一系的手段 那就形成黑防子力位置非常好 而且鞠出动也非常快 形成鞠炮足之间一个三个兵的一个联合作战 那么他还是选择鞠先四平二 说现在平二以后牵制着鞠炮不能动 说这个足呢 暂时也不能下来 下着鞠可以直接去杀掉 说防止你将来炮八平七这一手 强有力的反击手段 下一招还可以形成马切进五的棋 对 先把他给牵制一下 禁鞠 黑防现在走鞠一禁一 也准备走鞠一平八 或者鞠二禁一 做一阶样 解决这个鞠和后 受牵制目前这种状况 说鞠一禁一 红蟹是继续禁中病 红防病武禁一 炮二禁二去牵制他 是 炮二禁二 他如果要是直接拱的 他肯定是鞠二平五要吃了吧 如果你要直接拱掉 他也有可能行走的一个马切进五 准备下一招就要去打枪 打枪以后 隔离你双鞠的联系 也就是说你鞠筋这个棋 就失去了作用 上马之后 如果你继续连鞠的同时 他又可以说 用炮打你兵 或者用炮打中间一僵 看你的反应 所以这个棋 说如果黑防过早的拱掉 红防的兵 那么红防就能从中路去突破 打开黑防的防线 那么这个进防目的 主要是牵制你 所以如果你平兵 那么松西可以聚去连线 你这个鞠和兵反被红防所牵制 也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 兵又下不去 反而说有这个中兵在 黑防的中路显得是更安全一些 进马 马骑进五 所以这样下一招准备用炮 打掉这个足 将来能形成马五进四 或者马五进三这个棋 描着对方向同时 要保护好自己中路的兵 这个炮将来可以打过来以后 形成炮三平二 这个牵制黑防的手棋 嗯 是 它是 甩鞠 甩鞠以后呢 现在目的也是非常明显 呃 这个甩鞠以后呢 它是说明鞠连线